欢迎来听好说 喜欢看美剧的亲肯定看过这种情节 说有个普通的美国人某天突然接到通知 说他的某个800年没有联系的亲戚去世了 给他留下了遗产 这个遗产可能是现金 可能是房产 还有可能是保险 反正就是好端端的天上掉馅饼 我之前看到这种情节的时候 觉得是编剧根据剧情的需要随便添加的 就跟纵彩片似的 估计就像武侠小说里面掉悬崖解密集一样的段子 但是后来人到了美国 我才惊讶的发现 这居然是真的 普通美国人真的就是有可能 突然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给砸到 这种现象确实非常普遍 编剧们不是瞎编 是真有生活 那为什么美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好事 但是中国人却很难遇到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得直接上诉好几百年 从1776年独立战争结束开始讲起 美国建国呢246年了 本土经历的战火只有南北战争那四年 也就是说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现在 整整157年本土绝对和平 没有经历战火 我们现在说战争和和平这种词 多半就是顺嘴说说 没有什么实际的概念 所以你很难体会连续157年的和平 是多大的财富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来举个例子吧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 讽刺超级英雄电影的段子 你996累个半死终于下班了 回家一看 超人正在举起你贷款五年买的车 砸向你贷款30年买的房 怎么样感受到那种痛苦没有 现实中呢没有超级英雄 但是现代武器的破坏率 轻松碾压所有超级英雄的破坏率 分分钟呢 把普通人掏光了六个钱包 才凑够首付的房子 砸成一文不值的威楼 或者直接以为平地 所以每一片经历战火的土地 都是对财富积累的毁灭性打击 从宏观上说 对国家和社会如此 从微观上说 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如此 那么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和平 给美国人带来的是什么呢 差不多六代人的财富 积累了下来 这是什么概念呢 从你这辈往上算 你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你的曾祖父母 外曾祖父母 你的高祖父母 你的高祖父母的父母 所有这些人创造的财富 都积累了下来 当然总会有人还没死 钱花完了这种惨剧 但是呢大部分人是属于 人没了钱还在 反正欠一屁股债的远房亲戚 你没有替他还债的义务 当不存在 但凡有一个两个 死的时候钱没有花完的 没准数位继承就能砸到你头上 于是七大姑 八大姨 三太奶奶 四舅老爷 八干子打不着的亲戚 都有可能拿馅儿饼来砸你 但是在中国 现如今呢 是不太可能有这种好事的 年轻人能继承到父母的财富 就已经很不错了 从其量呢 加上祖父母的背 已经很幸运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土 满打满算和平了七十年 三代人罢了 祖父母那辈 毕露蓝绿的开荒牛 他们所接手的 是被战争打得稀巴烂的家园 都不算从零开始 简直是从富开始 真正的财富积累 是从我们的父母那辈才开始的 所以呢 我们这辈有一部分人 才有资格啃老 但是呢 也只能啃了一辈 所以你看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 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祖上创造的财富 被战争霍霍了 那就只能白手起家 年轻人没资本 当然穷 人家祖上创造的财富 全保留下来了 所以呢 人家的孩子 那就要含着金汤匙出声 年轻人能啃老 当然 轻松很多 我个人呢 一直是乐观主义者 乐观到不可救药的那种 所以我坚信 只要我们的家园 不受战火的侵袭 再过个两代 我们的年轻人 也能享受开局 就是一贼模式 毕竟我们这代人 能够给孩子提供的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父母 能够给我们提供的 不是因为我们比父母优秀 而是因为我们出生的更晚 享受的积累更多罢了 分六世之渔猎 也许未必能正常侧而育于内 但是给后代一个轻松 不内卷的环境 我觉得会很难做到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微信公众号 Nice Talk 好说 可以获取本节目的文字版 有需要的亲 可以一步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 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您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见